上集介紹了《動物門的青春》這本書 講解了青春期動物面對的不同挑戰 以及他們如何避開危險,努力生存 今集我們將焦點放在群體生活中 講解青春期動物,如何在複雜的階級制度中 找到自己的蠟燭之地 俗語有雲,龍生龍,鳳生鳳 不同的物種固然有地位高低之分 但在同一個物種中,都會有身份地位高低 當動物踏入成年,就要接受其他同類的平核 確定牠們在族群之中的地位 換言之,動物在青春期的表現是如何 會決定牠們之後整世的生活方式 以及其他同類如何對待牠們 影響舉足輕重 自然界就跟人類世界一樣 在群體內的地位越低,生活就越悲慘 地位越高的動物,就可以拿到越多食物 霸佔越好的領域,得到更豐富的資源 這些優勢,影響的不止動物生活得有多舒適 有多享受 更加關乎動物的生死存亡 因為通常地位高的動物,都會佔領群體內最安全的位置 減少被掠食者攻擊的機會 我們經常吃到的烏頭,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地位高的烏頭,會佔據魚群的中心位置 遠離會被掠食者攻擊危險的外圈 而地位低的烏頭,就會被人推到外圍的危險區域 除了要面對被掠食者攻擊的風險 還要經常保持警覺 留意附近的環境有沒有危險 令他們平時的休息時間都會減少 生活這麼艱苦,為何地位低的一群都會繼續留下來 而不嘗試離開群體,出去試試自力更生? 是因為群體生活始終比孤獨一個人安全得多 這麼多雙眼幫忙監視敵人,偶爾蛇王偷懶也不用太害怕被敵人攻擊 還有群體內部,可以一起分享信息,共享資源 青春期的動物,還可以向群體內的長輩學習 了解各種必要的生存技巧,更好成長 對於很多群居動物來說,階級地位是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如果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後果可以很嚴重 包括被其他同類攻擊,冷落,更可能會被殺,或驅逐出群體之外 大部份群居動物都會千方百計地避免出現這種情況 在一群動物中,通常決定地位高低的有幾種因素 包括體型,年齡,外貌和性別 這些因素可能在出生時已經確定了 但先天因素並不是一切 動物都可以利用其他手段,用後天努力去提升自己的地位 例如斑點獵狗,他們實行的是母系階級繼承 癡性獵狗佔據社會最上層 而小獵狗的階級,是按著母親的地位排列 高級獵狗的子女享有不少優勢 包括從小到大都可以吸收更豐富的營養 發展出更好的免疫系統 而且因為父母的栽培 跟著他們欺負其他低級獵狗展示地位 這些獵狗仔自小享有特權 培養出侵略性強的特性 面對著這些先天劣勢 低級的獵狗想翻身向上爬 就要學會不同的社會技巧 最好就是跟自己一樣階級 或地位高過自己的同類,黏在一起 透過結交朋友,建立聯盟的方式 去提升自己的地位 或花多點時間和精力 去打理好自己的外貌 增加自己的吸引力 還要學會高級行為舉止和發聲方式 因為地位低的獵狗,平時面對危險比較多 會表現得比較警戒、緊張 尾巴下垂,耳朵向後,低著頭 而地位高的,會表現得比較堅定和鬆容自在 尾巴豎起,耳朵向上 當獵狗和同類見面時 就可以透過這些行為舉止 去確定雙方的地位和關係 透過不斷努力,加上運氣 就可能成功向上流動 得到更高的社會階級 度過更好的生活 莫稀少年窮這句說話 原來動物都適用 是否覺得應該在藝術中 要應該在藝術中 會是非常階級